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13日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在香港政府执意要通过允许将嫌疑人 引渡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 并引发香港民众空前抗议之际 来自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议员 再次推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中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支持这项法案 并呼吁川普总统公开谈判中国的人权与自由问题 这项法案的参议院版6月13日已经推出 这项法案将要求国务卿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地位 以此为依据来维持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 给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还要求美国总统查明那些 对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负有责任 以及其他卷入压制香港基本自由的人 冻结他们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 法案还要求总统发布策略 保护美国公民和公司不受修改后的逃犯条例的影响 包括决定是否修改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 以及美国国务院有关香港的旅游劝告 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长每年发布报告 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充分执行美国有关敏感军民两用物品的出口控制法规 以及有关伊朗和朝鲜等问题的美国和联合国制裁 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 对于参与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有关的非暴力抗议活动 而被当局逮捕拘押或惩处的人 不得因此而拒罚签证 美国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爱德华·马基推出的 美国香港政策重估法 要求修订美国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修订提案说 这份报告需要针对北京官方使用正式或非正式手段引渡 强迫转移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外国公司 到中国大陆躲避美国出口限制 进口商品关税 还有美国及国际制裁的情况做出评估 同时这个提案还要求国务院提供参与 违反美国法律的官员名单 对于美国对香港事务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回应说 中国对美国就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四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要求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6月13日来自美国两党的国会参议员 警告川普政府不要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作为谈判筹码 他们称对华为采取的行动有关国家安全 川普近日表示他可能愿意放松对华为的制裁 与换取中国在贸易谈判上做出让步 川普在最近的言论中说 华为十分的危险 从军事角度和安全角度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 它非常的危险 但川普也敞开了华为作为贸易谈判问题的大门 他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 我可以想象华为可能被纳入某种形式或部分贸易协议中 专家表示 考虑到华为对全球市场巨大的影响力 北京必须做出巨大让步 川普才有可能克服国内阻力 减缓对华为的行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科技政策部门主管 莱维斯告诉美国之音说 如果他同意解除对华为的禁令 政府里的许多人会不高兴 而要让他这么做 中国方面必须做出非常大的让步 我认为他们做不到这么大的让步 维吉尼亚州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华纳 和佛罗里达州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则表示 需要将贸易谈判与华为构成的国家威胁区分开 允许在美国定性基础设施中使用华为设备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有害的 在贸易谈判中 华为绝不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他们在给国务卿蓬佩奥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信中写道 两位参议员表示 作为参议员情报特别委员会的成员 我们强烈支持我们的外交官 军方和情报人员 努力向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合作伙伴说明 华为和其他中国定性公司 对他们的网络安全 数据隐私和经济安全构成的长期安全威胁 近日一位之前是称 由于采购美国零部件受限 华为取消了一款新笔记本电脑的发布计划 并且暂停了个人电脑业务的生产活动 商术举措标志着美国商务部禁止美国公司 向华为供应产品的举措 首次给这家中国公司带来了切实的冲击 同时也体现了美国企业在全球个人电脑供应链中的重要性 华为消费者业务负责人于承东周三告诉CNBC称 美国商务部导致该公司取消了新款笔记本电脑的发布 他还称 如果华为仍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上 该公司可能永远不会发布那款产品 中国多次暗示可能在中美贸易战计划时打出稀土牌 限制对美出口高科技产品原料稀土 据中国官方统计 5月中国稀土出口量大减16% 此现象引发市场议论 不过中国官方称近期的出口波动只是市场变化 针对中国是否以采取措施限制稀土出口 中国商务部6月13日回应称 稀土出口出现波动是市场变化的结果 中方目前没有采取新的管理措施 中国海关本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5月份稀土出口3640吨 环比急速下降16% 1到5月稀土出口19265.8吨 同比下降7.2% 相比看 此前4月稀土出口环比上涨2.7% 至4447吨 在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 中国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引发外界对中国可能动用稀土手段来进行反制的预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月突然视察江西稀土企业 随后多个部委对利用稀土制造的产品遏制中国发出警告 近期发改委更是多次召开稀土行业座谈会 涉及稀土专家 稀土企业以及主要稀土产地主管负责人等 并计划附多地调研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 中国占世界稀土产量的大部分 上一次中国收紧稀土出口限制时 其中一些稀土元素的价格甚至涨到了原来的10倍 美国国务院能源局11日出台了一项名为 能源资源治理倡议的投资计划 计划中称 目前全球近80%的稀土产业供应链 由一个国家控制 因此这加剧了货物供应被中断的风险 美国将与其他国家分享关于采矿方面的知识 并通过打造投资渠道等方式 帮助这些国家发现以及开发相关的矿产资源 除稀土之外 一些重要的稀有金属 美国同样高度依赖进口 对此 美国计划出台一项 减少对外依赖 提高矿产资源和供应链安全的法案 将鲤 石墨 骨和镍 列为对汽车和能源行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 被美国拉拢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都是全球主要的骨和鲤储量国家 澳大利亚股储量约770万吨 排名全球第五 但开采量居全球第一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离的储量都位列全球前列 在经过周日百万港人大示威反送中 6月12日 数万名示威者包围立法会 遭到警方强力镇压之后 香港局势周四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香港立法会宣布 6月14日将不举行立法会大会 而香港民主派指 立法会应一直暂停会议 直到政府撤回修例 十几位民主派议员6月3日下午 要求同特首林郑月娥见面 要求他对警方的行动进行解释 并撤回修订逃犯条例 另外 香港民阵宣布 6月16日将再次发起反送中集会游行 接着在17日举行集会 民阵指游行有两大诉求 包括反送中及强烈谴责警方过分使用武力 敏感时刻 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 周四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 否认香港修例与北京当局有关 他表示 事实上中央从未指示香港修例 此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发起 起因是一宗发生在台湾的凶杀案 但这位大使却在为修订逃犯条例辩护 他称 香港修订条例是为了完善法律 堵塞现行法律体系的漏洞 他批评一些媒体 把事情曲解成 香港政府修例是受中央政府指使 不过刘晓明发出一个奇怪的反问 我们为什么要要求香港政府放弃修例呢 对刘晓明大使推说 北京与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无关 有分析指 修订条例作为终结香港高度自治极其重要的一步棋 若非习近平首可 下面其感自专 学者指 这是代表中央与林郑切割 我猜想是这样 如果事态恶化 正弄出个香港六四事件 习近平兜不住 还有人认为 刘大使敏感时期的表态 意在将送中条例的责任推给林郑 这是因为 习近平正面临着中美贸易战的巨大压力 G20峰会是否与川普见面 其还在犹疑 北京可能不愿在此背景下 看到香港风暴继续扩大或者恶化 引发国际社会更大反弹 故此以牺牲林郑来平息港人怒火 另外 香港警方周三动用橡胶弹 布袋弹催泪弹镇压示威民众 引发强烈谴责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出来表态 直指香港发生了暴动 但是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周四受访时确称 港府高层没有参与将金钟冲突定性为暴动 及开枪发射橡胶子弹的决定 她指这是警方按照现场情况决定 她的这段表述被怀疑涉嫌退位责任 该事件难道无人负责吗 北京甩锅港府 港府甩锅警方 6月13日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举行例行记者会 在会上有记者提及 此前加拿大外长寻求和王毅会面 但中方拒绝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称 你提到了这些情况 我都没有听说过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当前中加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 完全是由加方自己造成 责任在加方 我们希望加方认真对待中方严正关切 立即希望释放孟晚舟女士回国 积极采取实质的举措 来推动中加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计划在本月底出席 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前 于6月20日前往华盛顿 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 据环球邮报报道 特鲁多在反对党多次呼吁后 上周表示 希望在G20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不过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据加拿大联邦政府消息来源称 特鲁多下周与川普会面的主要目的 是寻求川普协助向中方施压 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弗 两人设限点案于去年12月10日被捕 距今已有6个月 外界普遍认为 这是中方对加拿大拘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报复 美国副总统彭斯稍早前表示 川普在本月G20峰会上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 将在贸易问题的大范围讨论中 提到两名加拿大人被拘捕的问题 要求匿名的加拿大官员说 特鲁多下周前往白宫 是源于上月加美达成结束钢履关税的善意 据加拿大CBC报道 方惠兰6月12日发表声明表示 许多加拿大公民生活在香港 加拿大政府对修改逃犯条例带来的潜在影响 表示关注 这一事件也关乎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商贸信心 和香港的国际声誉 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是香港自由社会的基石 立法应该确保香港的高度自治 法治规则和司法独立 方惠兰说 在此之前的一天 加拿大外交部门发布了到香港旅行的警告 在方惠兰发表声明的几个小时后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表声明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前干预 日前 加方有关人士就香港特区政府修例 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 对香港事务不停说三道四 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任何国家不应以关心本国侨民为由 干涉别国内政 加拿大也有很多外国侨民 以上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